法喜充满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荣天护法 众弟子佛有的护持 法师的慈悲护法 这几天让马来西亚佛光普照 法喜充满 一场法惠一场甘露 沐浴着我们这些游户的游戏 孕育着我们的莲花 让莲花尽开放 让心种下福体种 百年之后让我们继续有缘在天上开花见面 可能这两天很多人都感觉到佛萨在我们身边 而且很多人都看见了 说明我们很多人都是非常跟佛有缘的 那么 开场今天是 拜师这两天有很多的反馈 那么师父看到的东西 看到的菩萨都被我们的佛有们已经证实了 所以在这里我稍微因为一大堆的反馈 全部都是他们看到的菩萨 我稍微简明的讲几句 今天弟子王丽在拜师的时候 在师父第一次加持的时候 我看见师父在天空当中笑着向上托取我们 看到白铭环绕着南天门 斗战圣佛的孙悟空映入我的眼帘 我还看到可爱的红孩儿 同时看到巨大罗饼的施迦门佛 当心中疑惑师父为什么第二次托取我们的时候 我又再次看到了斗战圣佛 同时看到了宫殿里的建筑 看到了那个美丽的手提花篮的仙女 在师父第三次托取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登上了师父驾驶的像火箭一样的大罚船 罚船的头还是红色的 同时我还看到了身穿白纱裙的关系英铺杀 这是一位北京共修组的王威同修 他说在办理拜师手续的时候 在观音堂的门外排号念大悲咒 突然看见两位天女在走廊的上方撒鲜花 这时我看见了被祥云包围的南天门 天空中锣鼓喧天 听到一个声音说 卢台长收弟子了 好多天官祝贺卢台长 同时我看到了台长高大的发声 笑眯眯的看着准弟子们 我们大家在观音堂精进的等待师父的时候 突然看见两位美丽的仙女 提着花篮从天花板两侧飞来 一边飞一边向同学们的身上撒着彩色的鲜花 好多的菩萨从面对着观音菩萨的画向左上方徐徐飘来 这是场外想起欢迎师父到来的声音 我看见穿着白衣的观音菩萨 带着两个童子从观音像画里面出现了 同时我又看见从观音堂菩萨向着上方坐着莲花台的本师 释迦摩尼佛的佛祖和在左边坐在莲花台边上的 阿弥陀佛 还有右边一身叫不上春呼的佛祖 我告诉你们 那是 这是 这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最大的就是叫 你们要我又要看天眼了 因为它没写出来 这个就是 现在不看就讲给你们听吧 那我待会好人讲给你们 你给我几秒钟时间 我们刚才讲到 他坐在莲花台的本师释迦摩尼佛佛祖 和左边坐在莲花台的摩尼佛佛 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鼓鼓掌 他说我后代之后 感觉自己和众位同修在观世音菩萨和世故的脚下 我仰起了头看到了观世音 观音堂高度那么高的白衣观世音菩萨和旁边师父高大的法身 师父集体开始之后 我看见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对我们大家请洒干入水 我感觉从头到脚的清凉 这是我们已经共同修的王小王威平的事 因为太多了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 太多了 都是 全部都是 他说我在观音堂观世音菩萨和白衣观世音菩萨在空中显化 我随后真开点 七彩干度从空中落下 周围还有一团团紫色的光发泄充满 拜师的时候我忍住激动的心情 心中念的空空空 海长加持之后 我微微的闭上了双眼 眼睛出现了两柱白光 这个光柱间充满的各种紫色的光 然后看到了一望无际的云海 仔细在每个方向 云海中出现了一个硕大的粉红色的大莲花 莲花周围站在的十九位今生菩萨 我看到了菩萨的形态 在正中间一位菩萨 就是弥勒菩萨 今天不能一一跟大家讲了 今天因为太多了 那么师父主要的是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学佛要华喜充满 有时候同修看到菩萨之后 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帮助 有增加学佛的信念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活在世界上 有时候真的会想不通 很多事情就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 师父告诉你们 世界上只有想不通的人 没有走不通的路 希望大家认准了佛的这条路 勇往直前永远不要退 人间的顺境和逆境 就是我们消业障 征服会的助援 因为既然他有顺境 他也能帮助我们消业障 如果有逆境来了 我们更应该好好的消业障 所以任何不通 就是有障碍 如果心中不通 身体就会不好 人的感情不通 什么都不通 那么条条路都把你堵死了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 心想不通 你就感觉自己有业障 犹如在山上的水流一样 那个水流 它终于要流到大海 但是在它流入大海当中 它会碰到很多的巨石 一块洼地 它的水有时候就要绕道和避开 避开一切 像我们人间的烦恼一样 所以我们的心 要归入菩萨的正道 我们必须避开自己心中的邪念 避开我们的烦恼 避开我们所有一切人间的灭障 这样我们才能精进学佛 我们这样才能勇往直前 永不退转 希望今天拜师的弟子们 一定要记住 永不退转 人之所以痛苦 是因为有欲望 不想放下欲望的人 其实就是丢失了勇气 要记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一个人 如果没有勇气的人 他才需要有欲望 如果这个人 他有勇气 克服困难 他不需要 欲望是什么 欲望是得不到的东西 我一定要想去 站立和得到它 所以希望大家 要克服自己的欲望 要拥有勇气 师父在这里跟大家讲 人的一生要改变自己的命 改变自己的运 很重要的一点 要把自己的兴趣 要实时地擦洗干净 犹如一个描表 这个描表 我们永远要把它放回灵 这样你才能从灵开始 你才能消除你自己的运动 所以如果你能测试 你的跑步的速度 你必须要重新把它判到原地 这样的话 你永远的心态 就是活着很干净的 从灵开始的 这样才能够让自己 永远感觉 我是一个清净的人 我是一个懂得自修的人 我的本性是如此的干净 所以永远要不断地 去改变自己 去消除自己的业障 就犹如描表 把自己放回原处 这样你们才能不记得过去 你们才会拥有未来 有时候记忆啊 很开心 我们什么东西都记住 放不掉 我们会很痛 因为很痛苦的事情 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我觉得你们看不见我 你们都难过 我很难过 所以我一定要看见 师父爱众生 师父跟你们说 有时候记忆啊 像一个描表 就要像一个皮夹子 像个皮夹子什么意思呢 就是装得太多 会合不上来 而且 皮夹子装得越多 合不上去 里面的东西会掉出来 像我们夫妻吵架 有很多妻子 因为记性太好 一点点小事都拿出来吵 一个事情 他永远不会忘记 每次吵架 他就要提一次的 这样就很伤害自己 所以就被让人进入 那狭隘的精神空间 所以我们做人 不能进入狭隘 进入狭隘就是死胡同 就是钻进去 出不来 所以希望我们要懂得 忍受和压抑的生活 那有时候就是一种解脱 我今天能够忍受 我就能记住 有时候装得太多 会掉 脑子里都是装的那些 不该装的不好的东西 那么你一定就会 把过去的事情 永远不会忘记 要记住 永远不会忘记 自己过去的事情 你就永远走不出那一步 希望你们一定要放下 要懂得一旦放下了 你们就万安自在 想一想 过去有人为了追求 一个女孩子 就是放不下 天天痛苦 而且他还念经 反正什么经都念过了 姐姐做啊 准其神做啊 礼佛大圣 到最后就是放不下 好了有一天突然之间 他碰上了一个老同学 这个同学就是他小学里的同学 跟他关系很好 他特别的喜欢 那个时候他突然之间觉得 哎呀我应该爱他呀 他就在一天当中 他改变了他的思维 他就忘记了过去 这就是缘分 所以希望你等心缘还没来的时候 也不要一天到晚抓住自己的恶缘 不肯放 放下恶缘才会迎接我们的善愿 生命注定要忘却一些东西 生命一定会忘记很多东西 所以有些东西该忘了还是让他忘了 因为太多的留恋啊 会让你成为生活的一种负担 我们很多人就是留恋过去 想一想 每个人见到别人 总是先要讲自己的过去 哎呀你好你好 哎呀你好 好久没见 哎呀对呀我们过去怎么样 我过去在什么什么地方 哎呀老同乡老同 他永远讲过去 因为从医学上 科学家早就验证 当人的思维当中 留有过去残存的那些 不该痛苦 不该留存的痛苦的记忆 是占了你整个记忆的百分之七 而真正的让你能够开心的 在一生当中的 是在你今后的记忆当中的百分之三十 所以人的一生到最后他一定会觉得我很痛苦 不会觉得他很疼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舍去 连痛苦舍去 嫉妒嫌去 人间的一切都要舍去 那你才能真正的得解脱 得解脱在于舍 能舍的人就能解脱 如果不能舍的人 他永远是被遇在身上的困难 让自己永远不能解脱 所以解脱和放下是一样 如果你放得下 你就求得解脱 如果你放不下 你就永远不能解脱 昨天晚上有很多的同修在这里 听师父演讲 非常的高兴 但是绝对冷热了一点 所以他为了自己的解脱 他今天就带把扇子来 他自己就解脱了自己了 所以解脱靠谁呀 不靠空调 靠自己 那这里呢 所以台长 那好玩的 所以你们知道 有些人碰到麻烦 他就成 反倒就成图体了 他昨天就得不得了 因为他比较胖嘛 他觉得很热 他怎么办呢 他反倒吧 今天图体就出来了 我们自己解脱 自己想把他解决 靠黑人 永远逃不住 所以菩萨救我们 也得是靠我们自信活 来解脱我们自己的 台长看出 听众有一个大业障 在身上 使他发挥不出来 对别人好 人家对他不好 拼命的努力 却赚不到钱 台长告诉他 因为他的嘴巴有肉 提醒他 不要讲人家不好 不要和先生抖气 听众联邦称自己 还没有婚姻呢 台长说 你不是过去有一个吗 他马上笑的就承认 我看得到的 明白吗 那就听一听 我是七三年的游时候 我看一看我那个 我的业障 那业障呢还好 但是你会碰到一个大业障 在你身上 经常让你什么都发挥不出来 明白吗 对 而且自己呢 有时候呢 对人家很好 人家都对你不好 对 是的 是的 人家很辛苦 在家里面做家务拼命做 跑出的地方还要赚钱 但是呢 就是没钱赚 是的 是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啊 这后学的为什么呢 有肉啊 嘴巴不要乱讲话 好 嘴巴中间在开始学过人 不讲别人不好 再也不做错事情了 再也不跟老公主气了 没有 没有 肯定会听了 你不是过去就过一段 是的 是的 还没有婚 你骗得过我呢 老实验呢 哈哈 看着到人啊 哈哈哈 师傅有时候很开心 我在网坡里 人家跟我讲话 我都看得很清楚 什么都知道 他跟我说 我还没有婚姻呢 你接着我呢 哈哈哈 你在我面前找 哈哈哈 所以 所以 师父 啊 刚刚 有一位 啊 就是 但是我们 我们照着 观世音图下的慈悲 给我们太多了太多了 太多了 优惠了 用现在话叫优惠 你们现在都有优惠 你们还不好好说 我们在 我们在滚滚浑城当中 千万不能迷失自我 因为 滚滚浑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天天在滚啊 比方说 今天怎么样 明天怎么样 你想想看 你们就是一个手机 一个微信 天天有不同的东西会出现 你们想想看 天天有不同的新的知识会出现 整个的社会会不会改变 会不会滚啊 红城是什么 就是 我们在人间一种凡城啊 所以 我们不能迷失自己 因为我们在烦恼障义 烦恼障什么意思 因为佛陀说的 我们人间就是烦恼道 所以我们在烦恼当中 你想不烦恼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什么样能够让他不烦恼呢 那么 你就要懂得 在生死苦海里面 我们要洗恋菩提种子 就是越是困难 越是难受 越是不行 我们越是要坚强 就要洗恋菩提的种子 就是人家已经很辛苦了 我更要吃飞 我自己很苦 但是我还是要帮助别人 所以帮助别人 就是不断地在洗恋自己的菩提种子 不断地度人 就是在帮助别人 就是在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和洗恋我们的菩提种子 那痛苦是暂时的 一定要记住 因为我们学佛有时候觉得很痛苦 那是暂时的 因为我们找到了路 我们以后都会痛苦了 我们可以通过念经 放生许愿 我们可以用自己强大的愿力 洗清我们的业障 让我们不再痛苦 而不学佛人的痛苦 那是永远的 想到未来自己年纪大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生活的人 他是有智慧的人 我们今天来到人间 我们应该知道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台长今天在收弟子的时候 给弟子开始 我说了 人生就像一个酒店 旅店像我们来游玩的一个旅游点 等到我们游玩的差不多了 我们要退房 退了房之后 我们就回家 问题你们回哪个家 所以我们不能到了这个旅游点 死赖的这个地方不走啊 走的时候 还要把人家的床啊 冰箱啊 酒店里的什么东西都带走 不就是跟我们来到人间 我们死赖的人间 我们不肯走 然后呢 还要把人家的东西都带走 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为什么 就是想不通 想不明白 所以人要学会想 懂得怎么样想到未来 想到我的今后将来 怎么样能够到天上去 怎么样能够脱离六道 这个就是有智慧 今天你们很多人 虽然没有脱离六道 但是你们已经在想脱离六道了 只有想脱离六道的人 才能以后有机会脱离六道 只有想学多的人 以后才会有机会成活 所以人生其实就是一趟没有回程的旅行啊 我们进入了人生 哪有回去呢 是单程啊 是单程啊 在这个生死的火车上 我们已经走到什么地方 我们怎么不要给自己想一想 火车到终点站之后 我们应该到哪里去 我们应该转换飞机 还是下去 要想一想 因为沿途有数不尽的坎坷泥泥啊 对人间的孤独 误解 失望 有时候会让我们心中感到很害怕 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的孤独 我们非常的害怕 不知道他将来会怎么样发展 就像很多人 生了癌症一样 还在怕 你给我看看 扩散了没有 你给我看看 我还能活多少世界 这就是人的害怕 还有恐惧 因为这些害怕和恐惧 因为是从你心里发出来的 所以你的内心 已经有一个恐惧的影子 所以心经当中 为什么菩萨教人说 无恐怖 无恐怖 人因为心中没有一个正念 所以他的内心就会害怕 他没有一个目标 他就会对内心的感觉 没有战胜他的可能 他就会产生恐怖 所以希望你们要战胜他 而我们不去追求 那些虚幻的人生 今天有明天没有的人生 今天有牙齿 明天牙齿掉光了 今天有头发了 很多人一座化疗 头发全部美了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虚幻人生 人有时候就是要战胜自己的感觉 我感觉丢脸了 我战胜他 我感觉我没面子了 我就是要战胜他 在人间有什么面子 你没有生出来之前 你是谁 你死后你又是谁 你再有名的人 你也难免被人遗忘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走出虚幻 不要陷入虚幻 我们人物活在世界上 不可能永远有面子 所以一旦没有面子 你就会觉得很失望 放下明 放下力 你才能拥有自我 你才能超脱自我 只有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 因为心态决定了你的命运 你好好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什么事情都看得平淡一面 这是应该发生的 这肯定会发生的 这个事情没有关系 发生就让它发生了吧 我们随缘呢 这样你才会脱离宿国 在王舍城旁 住有一位非常贫苦在印度 名叫南陀的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呢 在难得一见佛祖的日子里 南陀老太太想供奉一盏灯 那么但她的钱呢 只能买一点点的灯油 她带着这盏小灯 跟着其他富有的资人来到了佛陀处 点心诚心的去参戴 那天城中突然刮起了狂风暴雨 那么所有的灯全部熄灭 唯有南陀老太太的这盏小灯 依然燃烧大方光明 佛陀看了之后 非常的欣喜 因为人的心就是你这盏灯 所以当一个人心里明白的时候 你这盏心灯就点亮了 因为当你人有他人心的时候 就犹如狂风在吹散了你的心灯 永远将这支佛的心灯点亮 永远不要让它熄灭 我们又永远会找到回家的道 要记住 让心灯永旺光芒 所以共活不在于共物的大小 而是在于你是否虔诚啊 我们学活的目的就是要成活 我们心中的活灯永远不要熄灭 师父跟你们曾经讲过 台长也跟你们说过 举个例子 你身上又有一把火炬 这把火炬你可以点三天三夜 它永远不会 三天三夜当中会熄灭 想象一下 如果三天三夜之后 你火炬还会熄灭 你应该怎么样让火炬永远不熄灭 把你的火炬去点亮 点亮你周围所有人的火炬 这样当你三天三夜 你的火炬熄灭之后 你照样能够让别人的火炬 照样你的佛光大道 所以要助人要救众生 救众生就是救自己 我们要以佛为榜样 在人间修 在人间就要革 我今天在人间就做菩萨 就做佛 我今天就是人间菩萨 人间佛 为什么还要等到以后 为什么还要等到以后到天上去 现在给我的平台 就是普度众生的平台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多多的去度人 因为苦难的人太多太多了 受苦的人不开悟的人太多太多了 就是需要你们这些弟子 属于要全世界懂得佛法 学佛的人去点亮他们的心灯 让佛的人灯照亮全世界 给你们六个字 心中修 天上得 一个人有时候会觉得烦恼没有关系 因为他有时间去烦恼 听不懂啊 很多过 一个人烦恼怎么会来的 他有时间去找烦恼 找麻烦 他有时间 他找没有时间烦恼 我忙不忙不过来 我握手都握不过来 我有什么烦恼 不要给自己制造烦恼的时间 今天要懂得要有智慧 一个人会小事烦恼 因为他还没有大烦恼 天天会小烦恼愁 如果遇到大烦恼的时候 他原先的小烦恼就算不了什么了 所以一个人如果举个例子 一直觉得胃痛啊胃痛啊 有一天当医生告诉他了 你得了 干癌了 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会再为他的胃痛而烦恼了 你们听听师父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需要你们好好理解理解 你们的师父是讲的什么意思 要懂得 因为人在世上 死亡是最大的烦恼 我们学活 因为是要解决人生最大的烦恼 那是生死烦恼 所以我们要解脱生死 了脱生死 那是最大的烦恼 因为我们把这个烦恼解决了 我们永远没有烦恼 我们永远没有烦恼 彻底的烦恼 找寻佛陀 帮我们解脱 我们居然还活在世界上的 我们还有什么平凡啊 小烦恼 无所谓 什么胃痛啊 什么发炎烧啊 都无所谓 生死大事 我们今天用佛法 来解决了我们生死大事 那么我们永远不会有小烦恼再来 心中想着我要解脱 我要有大事情 所以小烦恼全部去除 你们一定要记住台上一句话 我们没有时间去烦恼 跟大家 台市台长把气充满 刚刚来的时候 因为他累了 想不动 现在精神来了 别讲得很精神 然后还要回答第一次的问题 别讲得精彩 你们相信的 我告诉你 你们都看不见 聪明的人四年拜拜 都出自途上 那个 有一位听众打电话进来 他非常感动的说 学心理码门之后 妈妈的癌症好 因脑力血 失明的一步冲见光明 自己的工作顺利 现在的家家都在 修心理码门 过年打电话 拜年的时候啊 都忙着上头箱 他说心理码门太好了 所以我就让你们感受感受 好 谢谢 师父您知道吗 地图多么多么的感恩您 就是因为心理码门 救了我们的全家 师父我的母亲在 2013年的时候 被查出母线来 当时我们就觉得 天都塌下来了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我的姐姐 我的妈妈 我的婆婆 我老公 还有我的姨姨 他们都学习 我们的坚定的信念 给我妈妈 念了小房子 还有我们 知道的同兄们 都帮助我们一起住 然后给我母亲 应该追众 师父您知道吗 我母亲的这个手术 非常非常顺利 而且他的恢复特别的好 他都没有做这个 报聊和罢聊 现在基本上已经痊愈了 师父我和我今现在 也是每天都好好的念经 然后看国法助人 当时交给他 建议法门的时候 我母亲是不相信的 2012年8月份的妈来法会 我在他去到法会的现场 他看到了师父 当场看出头 他当时经过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这个人 你们谁说我不信 我就相信卢太阳 从那以后 他才接近的开始 对师父学国念经的 也是因为这样的师父 他的这个罢光 就这么刻意的通过了 弟子非常非常的感恩师父 师父还有我的婆婆 我的婆婆呢 在这个马来法会的现场 就是看到师父的三面法身 哦 我还没问题 对 师父他看到您是三面法身 然后他在桌台上 就在这个马来的那个观音堂 还看到欢心菩萨 动战圣伙 还有尼勒菩萨 还有师父的三面法身 哈哈哈哈 我们从后现在也是修设得很精进 哎 师父还有很多很多 还有我的小医护 她是这脑血栓 中半脑阴血 当时因为血管压迫 她的大脑的血管 昨天已经失明了 当时医生就让她要开拢手术 把这个瘤血剂出来 以后她的眼睛才可能恢复 但是我小医护 她就是念大悲众 念小黄色 每天都折什么不干 就是念经理作 现在她的作业已经全部 恢复健康了 所以她已经看见了 哎呀 师父 所以和我们的精灵法文 中了我们全家 还有很多 弟子的工作越来越顺利 弟子的听求越来越舒畅 还有我们 安慰越来越好 每个家庭 昨天打电话半年 大家在忙着商务商 大家在忙着念母国 师父 我觉得精灵法文太好了 太好了 师父啊 所以 这么好的法文 所以更要告诉更多的人 大家听得懂吗 是啊 是啊 师父 所以 我不说 让人家说 对不对 想一想 我们人 应该不应该寻找一条解脱之道 我们一直在找 走啊 走啊 我们找到了 因为他有天使的 就像末法时期才有电脑一样 过去人哪有电脑 你得相信他 电脑不管用 有一个老妈妈到澳洲来看我 居然这么大的年纪哦 她说 路太长 你刚才讲的那些话呀 我代表就发微信 连我都不会玩微信 她会玩微信吗 满头白发 你想想看 手指怎么处理 一下去按下去 两个键息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一个人活到了 要学不了 一定要好好地学 我们找到一条路不容易 找到了一条功名大道 更不容易 找到了一条活道 我们一定要走下去 师父告诉大家 其实你们知道吗 看到别人和长 是很高的 很高的 因为西方人都知道 因为我们 我在西方社会里面 所以你们知道和长 它有道理的 和者什么意思呢 就是和平 和平 就是和平 因为你两个手啊 放在一起 就这个手跟这个手团结 明白吗 和平 因为你拿拳筒是打架 对不对呀 两个手一放 回答了 老公要举起全球 把你直接撑着 你看他干得好 对不对呀 师父教你们 教你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马上没用的 老公骂你 你直接撑着 他紧张了 他马上紧张了 他不知道一念什么经 他以为你得揍他了 对不对呀 合掌 所以双手抬起手掌 是无争斗之意 好像我跟你斗 这不争斗 就两个手跟你斗 明白了吗 然后呢 食指和鱼心口 表示我成心成意 两个手指和鱼心口 我成心成意 在心呢 看见了吗 因为食指的心呢 食指合在一起 在心成意 这里 明白了吗 以后啊 欢迎朋友啊 我就慢慢每天给你们讲一遍 完全讲一遍 讲不完啦 你们记住好了 还有 因为食指一合在一起 代表心啊 不妄念 不散乱 因为说不是 一合神之后啊 心就合一个人 听得懂吗 就合在一起了 心 合在一起 另外呢 要大家记住 我们 散乱的心 佛说 一心不乱 不事不办 也就是说 我们做任何事情 只要用心来做 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所以要用心 今天 把会安排的 圆圆满满 大家都有饭吃 车送 每个人都安排得好好的 这个就是用心来做的 你们感觉开心了 干干你 所以 我会告诉你们 所以 菩萨 这么大的菩萨 全到马来西亚来了 马来西亚能不下雨吗 干干 所以 右手代表什么呢 动呢 左手代表自觉 所以 我自觉 绝他 合在一起 那么 就是自觉 绝他 因为动的呢 就是移动 代表绝他 那么 左手静呢 代表自觉 所以自觉 和绝他 放在一起 那么叫自觉 绝他 就是自己度了自己 才能度别人 好了 我告诉你们 有的人的成功 并非偶然的 有的人的成功 真的不是偶然的 他那告诉你们 有一天夜里 在美国啊 有很晚了 而且呢 非常非常的冷 晚上已经很晚很晚了 那么半夜里 有一对老年夫妇啊 走进了一家雨店 他要离开一个房间 年纪太大了 这么晚了 根本没酒店 那么全台的次者就说 对不起 先生 我给你客人 那么 一间空房都没有 这个 逝者呢 他看着这对老人呢 疲惫的 疲惫的那种神秘 神秘 让这两个老人 在露宿街头 因为不可能再找得到 这方圆这个农村呢 没有几家酒店 就是小民馆 然后呢 这对老人呢 就跟他说 这个逝者说 你跟我来吧 把他两个对老人家 人到了一个房间 一看里面整整结结 但是呢 不是豪华性的 然后就跟他讲 也不是怎么样 这个虽然不是最好的 但是我想 你们可以在今天晚上 在这里住 那么等到老人家 老人家呢 你见到这间房间 又整贴又干净 非常愉快地住下 住下了之后呢 那么 第二天呢 当要去结账的时候 这位逝者觉得他说 老人家 你不要花钱了 因为 这是我的房间 你住 昨天晚上 你们两个人是住在我的房间 那么 老人家一想 怪不得 昨天晚上 他一个人 他就拖在这个柜台上睡了一个晚上 就这个年轻的四者 然后说 那么 我把这个房间借给你们 祝你们愉快 一切都不用了 所以呢 老人家呢 非常高兴 很感动 说 你是我们见过最好的酒店 团队的人 几个星期之后 那么 这个是 接到一封信 这封信 这封信 这封信里面呢 有一张单程去纽约的词条 然后呢 就聘他去做另外一份工作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他就毅然呢 拿了这套鸡票 到那里面 去找那个老先生 就是介绍他 结果他到纽约 找到了 一进去一看 这个地方呢 老先生也没有 但是 有人介绍他 一座金币辉煌 漂亮的 不得了的 五星期大警戒 你们知道 几乎 在 因为在几星期之前 他接待的这位老人家 和一个太太是 一半每个 一半复活 他们看到了 这个年轻人 这么好的 这么懂得管理 他们满下了这座 五星期的警戒 而且 请他去管理好 这家酒店 这个经营 就是 十名世界的 希尔顿的第一任的 经历和传奇 大家想一下 人怎么要从我做起 人就是要实时在 在为别人想 现在希尔顿在全世界都是 他就是 创建的第一个经历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们做人 智慧之人 要对人间的一切 要看得透 要看明白 但是 顾不动 这是师父给你们讲的 智慧之人 看得透 所以他不会去争 豁达之人 想得开 所以 顾不动 所以永远就不跟人家动 得道 得道之人 知天意 顾不及 因为我知道 天意 虽然不会成为一个孤独的人 因为到处都是我的佛友 到处都是我的长辈 到处都是我的孩子 那我才活在真正的幸福之处 最后 告诉大家 一句话 叫知足之人 常快乐 顾不老 想不老的人 就快乐 永远要快乐 累了 不要讲 太心 想不老 就开心 开心了 越年轻 又要讲 想想开心 开心的再讲 就不要跑 有什么反倒啊 是不是现在有反倒啊 好啦 天人在天上 以后听菩萨开示 到了天上 想到哪里玩就哪里玩 每个菩萨性格都不一样的 很开心的 来来来 我们一起到什么地方去了 哇 大家都跳过去了 这么开心的呀 如果你们现在去旅游 对不对啊 大家起个月也好 来来来我们几个人到哪里去旅游 开心的 你们现在去旅游 你们现在有反倒了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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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样 不要其分分不平 就是做任何事情啊 不要 我想不通 哎呀我就是不平 为什么对我这样 我不开心 事实上 好与不好 常在时间过的一段之后 回头想想才发现 当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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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很多女孩子说 爸爸妈妈都分一下 他不可 还有就是我心中的不来 妈妈王子 爸爸妈妈说 我看出来 你没经验啊 她是个好爱人啊 没有妈妈 我一定要交给她 过几年 托个孩子回来 爸爸妈妈 你说的对 我眼睛瞎了 昨天你们在这里 已经瞎了一次 今天瞎第二次 我没记错啊 我告诉你们 有时候很多事情 当时的想法 和过一两个月的想法 那是不一样的 事情过了之后 就没有想法了 小时候的时候 难过得不得了 现在还有想法吗 过去有很多想法 现在还有吗 什么想法 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因为时间 就是化解你 想法最好的一把钥匙 所以很多事情 很多人冷静 先不要回答 人的毛病是什么 太急了 人家跟你说一个事情 哎呀 好好好 是是是 好了 就要讲 我在 我在那个 香港 我不愿意讲这个公司 好 好几个上司公司 因为这个老 他跟我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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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认识 他跟我认识 都跟我直交直交 他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都不喜欢 我都不听 我都习惯了 都要瞧 他就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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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说 你做生意怎么会不亏呢 你想想看 人家跟你谈生意的时候 你这个手啊 就这么自然地瞧了 你想想看 你如果瞧得快的话 是不是你心动了 你对这个生意有兴趣了 瞧得快了 人家对方一看 瞧得快了 瞧瞧 对不对啊 如果你瞧得很慢 说明你能做了 人家慢慢的家庭有效 对不对 我说你知道实体连心啊 你连对了心嘛 你这个东西瞧得快 瞧得慢 就说明你的心嘛 要动了 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 要知道 很多事情当初 安排 是不一定的 连最好的安排 都能变成最差的结局 有时候自己想想 没有办法 最后 结束了 我看过 国内有个话 说 一个新郎上 新娘子要结婚了 结果那个娘娘子 要这个要那个 哎呀 左要右要 做多少排场 要上车来接 全部做好了 要办法 最后 新郎官 逃走 据说 他的上六娘 非常有智慧 拿着表弟说 顶替性啊 小心想 天算 人算不如天算啊 我们算来算去 算不就天啊 自己好好地造一点善音吧 多得一点善果吧 学国人必须要相信 目前 我们所有 所有拥有的东西 无论是 顺境 逆境 我们要认为 我们要认为 他都是一种缘分 不要去撑 因为缘来了 苦的 不好的 我们要随缘 如果 善缘来了 好的缘分来了 我们就成缘而上 更好 更好 我们要认为 善缘 恶缘 都是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因为不好的缘来了 让我们找到了活法 因为好的缘来了 让我们更上一层楼 全部都是善缘 这叫心理平衡 所以 珍惜我们的生活 一定要珍惜生活 想知道安排后的结果 很多人说 哎呦我这个安排之后 那结果怎么样呢 很简单 很简单 尝看你现在 正在做一个因 就可以了 你想知道结果 看看 你现在 做一个因吧 那么 今天我要有很多时间 给其他人 还要 今天还要有点多问题 好问题 那么 师父在想 在这个之前 我想 跟你们呢 所以我们可以 讲一个 讲一个 故事 讲个故事 我们有时候 这些 这些人 有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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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有奇运 都担itan 但是 自己是 噢 看好了 不想 看ani 我真的欣赏你 你站在那里 什么都不要做 什么都不要做 你不发一言 每天都轻松啊 这么多人是重力 我这么幸好 在门外面 风吹雨晒 都不能温暴 听到声音作用 突然之间一样 等你 如啥 讲话呢 如啥 讲 好啊 那么我下来开门 你来做午餐 好啊 但不管听到看到 你都不能说我啊 他们打听说 哦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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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觉得他有点灾 啊 结果呢 他上去做午餐 天天听着人家的哭球 说球什么的都有 息息不关 这个人球 那个人球上 他听得很白呢 但是他又不讲话 他又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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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有一天呢 一位副商来了 哎呀 课完头之后呢 这位副商呢 课完了 走掉了 走掉了之后呢 走掉了之后呢 他忘记呢 边上有一个手带 那边很多的精英 还有钱 很多的钱 那么 这什么时候 你看一个副商走掉了 哎呀 全部都想叫他 有个人走 哈哈 多一会儿呢 来到这个球边 这个人呢 三餐不足啊 坐在那个家里 你也吃饱了呀 哎呀 让你保佑啊 让我能够吃饭啊 让我能够 家里有饱啊 磕头 结果呢 一磕头 磕完之后呢 一看见边上的钱包 哎呀 快听不懂啊 你显灵啊 用球领域啊 哈哈 你把这个钱包 也带走 带走之后呢 啊 那个带走之后呢 有一个出海远行的年轻人 跑过来呢 求平安 你保护我这个出海啊 要平安啊 正要离去的时候呢 那个扑上回来 一把抓住那个出海的人 青年人 你拿着我的钱包 你还给我 拉住他 你还给我 我还给我 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后呢 这个看见人家 他实在憋不住了 他憋不住了 他要讲事实 讲道理 然后呢 他马上就下来说了 啊 他就下来说 看见人家炒起来 他说 啊 这个钱 不是这个人拿的 是刚才钱的那个穷人拿的 你马上去追吧 那个穷人看不上讲话了 哎呦 我赶快去追了 就追出去 我跟那个年轻人 导弹 这个时候 年轻人呢 就没有 啊 啊 年轻人呢 怕搭不上自己的船 明明地赶啊赶啊 赶到那里呢 坐上了船 这个时候 关心不在 啊 说话 你的位置 已经没有了 你下来了 嗯 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下来了 你知道吗 你 不知道 我说的是真火啊呀 我为什么要下来了 关心你 不知道 他说 你错了 那位不伤不缺钱 这些钱 是他马上要去 瓢尽你的钱 可是那穷人 捡回了这一家 大小生计的钱 他能够养家无口 最可怜是那个年轻人 他来求平安的 因为你说出了真 所谓人间的真相 父上本来一直可以纠缠他 等到船开走了 那就好了 现在 他已经坐上了船 因为 这艘船 正在向海中 沉没 我 有时候人间的事情不能看表面的 表面上好像是这样的 事实上它又不是这样的 你感觉我一定会得到 你不一定得到 但是不一定得到 并不是一件坏事啊 很多人一定要跟这个人交朋友 最后没有朋友交了 因为这个人最后出事了 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一切听菩萨的安排 那么就要好好学国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知道人间所谓的真相 真正的真相 只有菩萨知道 当我们学国之后 我们才能明白人间的真相 喜欢读书讲吧 时间差不多了不能多讲了 那再讲一点点吧 好吧 有时候我们一辈子执着放不下的子女 是一个缘分 还有善养恶缘 所以人一辈子追逐的名利地位 实际上是人的一个自我意识 我们追逐的东西是个意识 因为我得到它了 我感觉舒服了 实际上是你的意识上感觉舒服 你们想想的就是这样 有时候人啊 就是一种 嗯 我就要你讲对不起 我就算了 就是意识上 讲老实话 人家不讲对不起 台长就是这样 人家踩在我一脚 对我不好 我就有心理在说 嗯 你看他的脸 他才跟我对不起的 谢谢 有些人他看不明白嘛 对不对啊 他说 你一定要讲 我就不讲 你一定要讲 我就不讲 别叫他讲 讲不懂 对不起 好了 讲完了之后 嗯 他觉得幸福了 开心了 是不是意识享受啊 所以人有时候享受的不是一种物质 它是一种意识 所以 你们一定要明白 意识是幻影 什么叫幻影 幻影是不长久的呀 你刚刚这么想 一会儿又那么想 你想一想去 都是这意识啊 我今天开心了 也是意识 我不开心了 也是意识 同样 昨天坐在这里 有个老妈妈拿扇子 对不对啊 他昨天坐在这里 他如果不学佛的人 他听台长在讲 热的热的不得了 长的长的不得了 他不开心了 但是他学佛的人 虽然我很热 我也开心啊 我听了多么深的道理啊 我像一旁甘露一样 让我明信见信啊 多好啊 再加上一把扇子 我明信见信 永远要给自己一个解脱的机会 永远要给自己一个 缘 这个是什么缘呢 不管碰到恶缘 碰到什么缘 基督缘 什么缘呢 给自己一个空间 给自己一个善感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了 都无所谓 嘿 自我调解一下 那看看当年的急功夫人 碰到什么事情 人家把他风和上 骂他什么什么 你知道急功夫人 哎呀 小看人生啊 你们才是最脏的 因为我的衣服 当时笑你们的灵魂啊 哈哈哈哈 听得懂吗 这才叫精神啊 所以要明白虚幻的意识 有时候当你醒过来 你才真正认识 哦 整个世界好像都不是我的 你们明天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突然之间晚上上风感冒了 发热了 你们突然之间 躺在床上 浑身鼓励 那个时候 你们就觉得这个世界 不是属于你的了 听得懂吗 每天晚上睡着了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你没了 那你睡着的时候 你王某某 有没有人叫王青天 对不对啊 叫张草根 你是谁啊 睡着了 没了 你是谁啊 你离开了这个世界 因为人实际上活在这个世界 就是像有时候醒着 有时候糊涂 有时候真的脑子糊涂得不得了 有时候连钱都会给错 有时候对爸爸妈妈都不尊敬 对自己的孩子还要打骂 有时候不懂道理 还要拼命的更加真道理 你不就是活在半梦半醒之间吗 所以啊 活在虚幻不实的世界当中 醒醒啊 一定要醒啊 师父天天叫你们醒过来 醒过来 你们一定要醒过来啊 因为家庭是因为因缘占据啊 有时候这是暂时的相聚啊 因为人和人都是一种因缘所聚啊 所以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到人间还完在乎各份东西 你走你的阳长道 我走我的佛光大道 你管别人啊 没有缘分的人 连菩萨都渡不了 所以我们先度自己再度别人 我们要自度度人 我们要度有缘人 今天所有来听台讲的 开示的人 今天所有的佛友们 你们都是跟台讲有缘 跟观世音菩萨有缘 跟我们的佛祖有缘 跟佛有缘啊 所以这个缘 乃最重要的一个缘 所以有了缘 我们才能团团 永远讲不光的 因为我这里太多了 我接下来还要跑到新加坡主讲的 我还要到美国主讲的 我还要到更多的国家去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好 那么结束之后 我留下一个专门给你讲 好 下面呢 由共修主吧 回答问题 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那 广大领寒 关世音菩萨王赛 感恩大慈大悲 尊敬的师父 卢军红台长 我代表日本共修组 求师父慈悲开示 几个问题 哦 我再不去玩了 哈哈 这个滑的过去是滑 我再不去玩 好 好 好 第一个问题 师父开始 在这几天发挥期间 礼服大畅悔文 何以念无数遍 那么有同修提问 如果本人在这里 可以被家人念诵 是否也可以念诵 无数遍 求师很安适 よし 哈哈哈哈 你这个师父可以听吗 我有什么办法 你跟我一样最好 就念经 救助人 救好好的 弘扬国防 什么都不要习下 发起出来 好了 可以的 可以 好 可以 好 我们几位同修都有似曾相识的经历 就是说 他们本人来参加晚会 或者来拜师的时候 那么来之前呢 家中某人 会有预外性的事件或者生病 像这种情形是属于这个同修本人的业障 还是家中这个人本人的业障 如何预防此类事情发生 求师傅开示 嗯 这个呢 实际确要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班师开一个大法会呢 因为融天火啊 因为菩萨不会去 很多人呢 去的时候呢 他就会呢 啊 咱里面那些灵性啊 那些东西啊 他就会整整跟着你去 听得懂啊 有时候跟着你去呢 他也是为了发喜 也是为了能够解脱 你们知道 看了师父在香港法会上的时候 很多人他说 我就是要等他来 为什么呢 实际上你念这些小房子有的 他没有 用现在反正没有平衡啊 听得懂吗 因为你本来应该受这些罪 给你念了很多小房子 我不是说马上就能给他 那第二个原因 有什么问题呢 你现在的反正 听得懂吗 他说一句话 他说一句话 就可以解脱了 当然是一样的 明白了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碰到这些事情呢 如果我要去开法会啊 给家人啊 如果把这些人给我说 这个之前 你就要开始来讲 我这些法会做的功德 我将给我的母亲 将给我的谁 对 别忘了你们会 跟我来 我把这次放开一下 可以把我的功德 给我病毒的母亲 请关心 你看看 你看看 你们要哪会不会病得好 提早讲 好 蓝师傅 这是最后的一集 高雨中碰见台长 应该是高大的金光闪闪 但是有很多同修梦到的师傅 比如说 是师傅身着西装 凝场的样子 那么如何知道 哪种情形是真的师傅的法身来了 请师傅开始 真的法身来了 你不觉得现在就等着 你开玩笑 就是在梦中 只要不是很暗 明白了吧 脸 你不要很惯 明白吗 那就可以 基本上呢 如果师傅一般去救人的话呢 都是我们自己都在一起去的 你们很多很多人都知道 凡是师傅出去 都是梦天 我们自己都跟我们一起去的 那么 很多人都知道 师傅的法身 实际上我昨天呢 跟他们讲 师傅如果单单客户的送去过 没有任何过来 不可能 有其他犯行动 就是 这个法身很重要 所以很多老妈妈 来的很多朋友 他们看见师傅 他们说感恩师傅 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因为 我在模型当中 师傅的法身帮她 让她念什么 连师傅有时候真的 连人家名字都帮你开 你明白了吧 都是这样的 所以像这种情况 一般的 我觉得师傅真的 很少很少 明白了吧 如果是师傅的脸 声音跟我 声音不一样 你就能坏 因为在梦中 听声音听得出来 因为声线很难坏 如果是师傅的脸 但是她出来的声音 不像我这样 怪怪的 像小鱼一样 那就 不是师傅 那是小鱼 那是小鱼 那可懂吧 当然师傅 朋友之后 向师傅背报 我们已将 一病二病三风水的整本书 翻译结束 今天向师傅交作业 好 我们已经将出稿交给了秘书处 观世音菩萨的佛光 照遍人间的每个角落 我们日本同修 一定要做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日日精进 用每个人的行动 自度度人 帮助有缘众生 解脱苦海 让观世音菩萨的佛光 让心灵法门处处开花 好 谢谢 最后 我们日本全体平修 无限感恩 南摩大自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领感 观世音菩萨摩克萨 无限感恩尊敬的师傅 期待的师傅 早日来到日本 弘扬心灵法门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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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们知道 我不知道 接到多少 多少 国家的邀请 哎呀 就美国就有六个城市 我都跑不过来 啊 努力一下 努力一下 感恩大自大悲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能和善 感恩大自大悲 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法师们的祝园 地址给师傅请安 谢谢 我代表无需共修主 向师傅请问一个问题 无需的 无需的 在修心修习的过程中 如何突破习气难改的瓶颈 如基督心 称恨心 我之等 如何修才能达到如我 补我的境界 请师傅 此非开示 其实修心就是很艰难的 所以人家说 好修心 就是明明自己有这个习惯 我一跌倒有点 我就克制 明白了吗 就是说 我就有这个坏习惯 就要改正 我这个人就喜欢骂人 去见就不骂 刚晕嘴巴哟 就不骂 实在不行了 真的 贴了橡皮膏 就不骂 好了 贴一个礼拜之后 就不骂 不管用什么方法 克制 改正 强制自己 能够努力的学佛 明白了吧 因为学佛真的是非常辛苦 学佛有距离 借退 你知道 比丘和比丘民的法师他们 他们都有三百 三百八十个 比丘民的三百八十个 法师呢 比丘有三百八十个 他们简直就是奔斗的 你想想看 你们这种活蹦乱跳的 明白了吧 克制自己 所以他们什么话都不讲 你不管问他们什么话 他给你四个字 阿弥陀佛 明白了吗 所以 用自己坚定的意志 克制自己的毛病 那就得失失 明白了吗 用智慧 来想办法 迅速自己的妄念和执着 那就是妙法 那就是妙法 法人师父 我们不是更关爱的听师父的话 尊记守法 爱国爱民 正信正念 真修实修 师父的宏愿 也是我们每位弟子的宏愿 一花独蚌不是春 万子千红春满园 祈愿心灵法人之花 开变全世界 谢谢 师父 师父 法己安康 长久复事 红法殊胜 师父 我们爱您 你不爱你啊 你看 无心都爱了 感恩大慈大悲 王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持哈明登恩师 如君洪台长 感恩马来西亚籍全体 义工的辛劳付出 感恩你们 马来西亚的朋友 感恩你们 传承叫马来西亚伯友 简称叫马福 好好地祝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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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您好 你好 师父您辛苦了 意思代表北北所有的朋友 像师父您请啊 哎 北美还包括 墨西哥吗 墨西哥吗 加拿大是吧 对 加拿大是属于北美的 谁什么 不是啊 我说北美这个地方啊 加拿大 加拿大 风哥华 风哥华 穷哥华 所以北美 對 纽约不随北美 也是 也是啊 美国都是北美的 北美的 五十个州 我的妈 一直来自于奉皇城共修徒 有两个问题 请师父持杯开神 问题一 师父曾经讲过 我们学佛念经人的身边都会有护法神 那么当我们与同事共事时 由于我们是学佛人 并且有护法神的存在 同时讲一些严重放口液的事情 同事会不会马上得到宣报 或者将重惩罚 请师父持杯开示 谁说口液谁造口液 就是同事 同事 就是说你在度人家的时候 别人造口液了 对不对 别人造口液了 就是说你会不会有悲业 非 护法神不开心的 护法神不把他 护法神他就管你现行 他就管你 所以去找人度人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人度不了 赶紧不要讲话 明白吧 你知道师父过去度过一个人 跟他讲了没几句话 他开始刚刚一转向 根本没兴趣的话 师父马上好好跟他讲其他事情 明白了吧 你千万不要让他讲出来 你让他讲出做口液的事情 你就是他勾引的 到火线 你一定有业障 感恩师父 谢谢 问题二 师父说 学不能学到后来 要连上的念头都没有 最终做到纸念 但我们现在修的还是很差 很多时候 当人家说起一个事情 念头一下子又出来了 请问师父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止练 练习止练 如何才能更有效的 学习做到 不起心 不动念 请师父 慈悲开示 慈悲开示 北北 实际上还错了 只念实际上要停止自己的念头的话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人他是有念头的 叫我们说牲口意 但是意 意念他是很难支持的 当你在跟人家接触的时候 你自己不停的有意念 人有时候意念根本控制不住 当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已经睡着了 讲起来的念头没有了吧 你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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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 什么样子念呢 实际上最好的方法 在你念经的时候 基本上你没有念头 还有 你最好经常看看天空 这个师父教你们的方法 如果你念头很多的时候 你真的跑到外面去看看天空 你盯着天空 看五分钟 六分钟 你马上脑子就空了 为什么 就是接受宇宙大自然的正能量的心 让自己的脑子发空 我举个简单点 你们一到一个旅游点 一看着风景特别好 脑子什么都想不起来 听得懂了吗 所以想此念 要珍藏让自己心胸开阔 要看远的 看大的地方 看看海啊 看看山啊 哇 心潮澎湃 这个时候 其他的杂液 就傻了 明白了吧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 救护兜兰 瓦大灵的 黄西佛萨 莫赫萨 感恩周围容天步伐 感恩师父 感恩所有这次 会访委 法会露出的义工和同修 所有 提前预祝师父 联合国演讲 圆满成功 吸引法人的鸟花 在北北 定范 越开 越多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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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师父马上到联合过去的演讲 所以 为 祈福的争光 为中华民族争光 为我们所有的 我们有四个问题 想请师父慈悲开始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有的同修在修行过程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生活比较简单 安逸也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问题和挫折 在修行过程中在修行过程中没有什么感应有点半信半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让他深信不疑坚持下去 请师父开始 请师父开始 随缘就随缘,去渡它 如果不能随缘,你就去渡新的 明白了吗? 因为缘分是很重要 所以佛法讲,再生讲,有缘重视 它已经半信半律了,所以它全部都改错了 你看今天以后,所有来的圣伦会的朋友 就是半信半律,台长在这里很可能很会啊 全新,全新 第二个问题,请问师傅,家里有老书席修信徒宗法门 并设有国台,而家里年轻的同修开始修信心理讨门 请问师傅,是否可以在同一个国台 同一个时间段,做不同法门的功课 想请问师傅,彼此做功课是否受影响? 我们如何做得更好,请师傅开示 嗯,很简单 我刚刚讲过了 进古宗,也是好 什么宗,都是好 天台宗,也好 什么宗,都是好 所有的佛法,都是与人为善 所有的法门,八千 八百六,四千法门 全部都是让我们找到一条文庭之路 对不对? 今天把妈妈修监图中 你觉得她妈妈好好修 她自己可以在房间睡一个 像我们前面妈妈的这个小座台 对不对? 大家在那里念经 你在这里念经 大家一起念 把妈妈洗出来 因为念经的佛经 几个简单例子 爸爸看西医 妈妈看中医 那么妈妈回来呢 在房间里面吃中药 爸爸在隔壁房间吃西药 都是卫生机好 那一起吃不是蛮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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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问题 有的同修在学佛修行弘法的过程中 会受到阻碍 而且有些时候是同一时间 同一地区 很多同修受到的是同一种阻碍 那么请问这种情况 是否属于工业 还是只是个人的阻碍 主爱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到处会 主爱是善事的 主爱会经过一段时间而变化 就像我们今天是这样 明天是那样一样 对不对啊 今天你是个小女孩 过两天你变成 结婚了变了 那个中年妇女的 结婚了 再过几天呢 你生孩子了 你变成妈妈 然后你就孙子了 你变成姥姥了 听得懂吧 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要向前看 永远不要被目前的主爱所阻碍 因为任何的阻碍 这就认为是必然的 认为这是缘分 所有的事情永远 那么你就缘过去 你什么事情都要逆着远走 那你就逆着行走 非常的累 所以 只要有缘分 随着走 随缘 说什么 听什么 我们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说什么 我们听什么 最后 我们还能拿到糖果 如果爸爸妈妈说什么 我们不听什么 最后 得到的是 主神烤肉 知道主神烤肉是什么吗 好了 听得懂吗 谢谢 第四个问题 有的同修认为 办事的时候 排在是越往前越好 因为开始师父精力充沛 加持力会比较大 哈哈哈哈 还要的同修认为 办事的时候 是观世音菩萨 在现场通过师父给大家 加持没有先后 没有先后 没有去别 那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 嗯 观世音菩萨是这样的 看到前面的那 观世音菩萨 他就有力量的时候就加持 观世音菩萨的后面呢 他没力了 千手千眼呢 力量不够了 所以呢 加持的时候呢 尽量往前起 对不对啊 想得出来的 哈哈哈哈 常俗人想出来的 常俗出美女 怎么什么 傻人体也出来了 记住 加持是一样 菩萨是天灯心 做人也好 做事也好 所有的一切 平等心 所以 在前在后 不管在什么国家 在什么地方 大家 都是 学 国人 谢谢 谢谢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今后我代表 经历重修组 全体佛子 恭敬师傅 法体安康 长久注释 我们会按照 心理法文 弟子守则 严格要求自己 如理如法的修行 做观世音菩萨的 牵手牵眼 爱国爱民 对 尊计手法 听得懂吗 不过长俗人 现在学过 学的不错 请师傅放心 也请观世音菩萨架使我们 让心理法门 能够在长俗 更好 更顺利的弘扬 再次赶 师傅干 全体同修 干麻烦 下同修主 不过长俗人 谢谢师傅 你看 谁都感恩你们 好好的努力 对人家重要好一点 你懂吗 那说到人家多少人感恩 师傅您好 电梯共修组有几个问题 请您慈悲开始 第一个问题 师傅说过 初于十五 即佛福祀的大日子 可以念礼佛 忏悔今世的业障 佛福祀的大日子 我们都知道 但是 佛力上标注的 比如 龙肤菩萨圣诞 燃灯佛圣诞 伟菩萨圣诞 等等 这样的日子 我们是否也可以念 二十七遍礼佛 请师傅慈悲开始 首先呢 师傅告诉你们 不是说平时不能念离佛 就是说最好不要念了太多 超过几天 因为念礼佛的话呢 他会呢 就是很激活你的一些业障 是真的 因为当你在求求我做错了 我做错了 我举个人间的例子 你们就明白了 你今天做错事情 你过去做错很多事情 你跟他求 哎呀对不起了 我做错了 你知道他还在了 你做错了要赔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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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位菩萨所有菩萨这样的时候 合理不合理 师父告诉我 师父讲给你听的 哪些日子 你就照着师父去做 明白吧 我没讲过了 你暂时先不要讲 明白了吧 谭师父 还有个问题 师父 我们在修行过程中 有很多通修 往往会出现一会儿精进 一会儿放松的状况 有的时候会突然出现 这种情绪 就不想精进念经 做功课 就是想休息放松 心里明知道这样不好 是自己的障碍来了 但是还是不能克服 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们该如何有效地 对峙这种懒惰 懈怠的情绪 这就是要守住自己的初始心 守住自己的初始心很重要 你经常想一想 我当时咱们会学活的 因为学活的每一个人的初始 就是非常的激动 感动 我做错事情 就不上保佑 我这样 这样这样 让他越过这个灾难 所以这就是初始心 这个初始心 会增强你很多的愿意 所以一定要记住 懈怠 那是人 总是懈怠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不可能不睡觉 人的懈怠 受了七情六欲的影响 很正常 今天好好休息 明天不好休息 还有的人到处这个房门学学 那个房门学学 西方教研学学 什么都学 那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挑选 但是最重要 学了之后 要实时再来做 我可以选择 在大学里选择任何的功课 我可以选理科文科 什么物理 什么都可以学 但是我 居然选了一样 我就要好好地 你能经济 否则你成为了财 所以当别人懈怠的时候 是由于你生理情况 心理情况所造成 有的是外环境的影响 所以学博是修内心 而是修外心 因为外心已经被污染所染 比方说 嫉妒心 贪心 痴心 恨心 所有的一些不好的心 都是外心所染 而内心的本性 它是纯洁善良 人的心就像一片镜子一样 你照到了哪里 照到了善的东西 在你的心中 本性里就反馈出一种善的东西 照到了一种恶的东西 在你的内心 就反馈出一种恶的东西 所以真正的内心 还是干净 而是外心所染 所以希望你们 学博经常懂道理 我教你们一个方法 不屑也来 你们每一天 作为弟子来讲 我对弟子的要求 必须每一天 看台长 安华佛法一天 哪怕 话还没讲完 看着睡着了 没关系 也比不看好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 同兄们在外面 请个观世音 不在词下 有的净水瓶口潮上 有的净水瓶口潮下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请师父 慈悲开示 有什么区别啊 观世音 不在的净瓶水 一会儿口潮上 一会儿口潮下 他要用的时候 口潮上 口潮下 他不用的时候 口潮上 就像个杯子一样 不喝的时候 口潮下 水不要倒出来 听不懂了 这个叫执着 菩萨拿着法器 口潮上 也研究了 关世音 不在爱怎么用 就怎么用 来年了 传师父 第四个问题 休息宁法官的同修 过世后 在八小时内 不动他 我们为他住宴 八小时后 有的给他穿衣服 控水果 鲜花等等 如果家里人 又按照一般的风俗习惯 为他烧纸 其他亲友来了 纪念他的时候 大哭 非常悲痛 会不会影响他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往生 会不会又把他拽下来 请师父 慈悲开示 你说呢 我可以告诉你 当一个人 意识 他死了 这个人死了 但是他的神血 他没离开他的肉 听不懂吗 他没有呼吸 他有神血 就像我们睡着 睡觉的时候 有时候睡着的时候 感觉有鬼牙伤的时候 你就觉得 我没睡觉 但是为什么 我死不了 就是神是可能这样 所以最继位的就是 他刚刚死 家里哭啊 讲话 所有人进来 他全部听得见 他全部都知道 每个人谁来 他都知道 最好这个时候 坚决不能大哭 明白了吗 就让他听到 像他睡觉 他到底要听到那个神音 念经 走的之前 一个人 你发现他快要走的时候 你就每天给他 晚上放大悲 做个清醒的 让他习惯了 怎么放大悲 去提醒 然后他哪一天 要死的时候呢 他也是这么清醒的 大家在外面 弄个镜子 玻璃可以看见他 但是不要进去 然后等他等到他呢 八个多小时之后 他的神是也离开了 那个时候 在进去给他传议 这要放弃啊 现在几个人有放弃啊 你碰到事情 子女啊 把这个爸爸妈妈弄的 打电话 救护车来了 这个这么长的强心 这个从心上 就这么插进去啊 这浑身掉的 我来人啊 关心不上 我上天了 上去啊 抬到电梯里 是上去了 那我就下去了 听得懂吗 感恩师傅 师傅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傅 天敬共修组 所有的同修 感恩大慈大悲 感恩敬爱的师傅 感恩为法会付出 所有的同修们 天敬共修组 同修们 一定跟着师傅 好好修心修行 让师傅放心 我们一定做师傅 放心的好弟子 多度有缘众生 点亮所有人的心灯 好 祝师傅 把体安康 祝愿心灵法门的明天 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 他想完了 我也退了 明天更为好 师傅 跟大家在一起 真的把手充满 非常开心 有时候红法 就是要用这种方法 没有法 让别人开心 让自己开心 好 师傅 您好 第一次代表德国的全省同修 也代表欧洲的全省同修 给师傅请安 向师傅问好 安安 他会对您说好啊 您大的方案 弟子今天被德国共修组 办了一次 请师傅 第一个问题 度人时 遇到两种情况 第一种 有些其他法人的佛友 想改新心灵法人 但又有顾虑 因为他曾经跟当时法人的菩萨 许个愿 每天要念这位菩萨的号 终生跟着这位菩萨心行 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跟他们解释 第二种情况是 佛友曾在某寺庙 归依 要修心灵法人时 要不要跟他的 归依师傅或上师说明 先把第二个问题 先回答你 实际上归依三宝 归依是一个好事情 你既然已经归依了 那就归依好好归依了 对不对啊 因为归依佛 佛阿僧 但是完全跟佛法是相弃的 相弃合的 所以没有关系 学心理法呢 你归依也好 不归依也好 就可以了 我们心理法呢 因为是在家居士学行 所以我们归依呢 是自信三宝 明白了吗 自信佛 所以自己要懂得这个道理 这个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第一个问题 那么 实际上给你们做些解释 因为半个人 曾经在修另外的法门的时候 他的确是有些 他说我许愿啊 什么 事情都有 但是呢 他现在学了一个新的法门之后 首先要记住菩萨 信仰非常的大 菩萨都是为了救度众生 比方说 我把菩萨做作为医生 把佛法作为医学 对不对 所有的医学 医生都是为医学而生 来救度众生 我想问你们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医生 如果看这个病人 如果这个病人 患一个医生 原来这个医生会生气吗 不会 因为你是为了这个病人好 你不管看上的医生 只要把你的病看好了 我都开心吗 菩萨就是这种心吗 哪是要人间这么狭隘 第二个问题 记得以前听师父说过 亡人上的西方极乐世界 就梦不到了 可是如果家里人梦到了 梦中亡人的样子 非常漂亮 非常光鲜 这是亡人掉下来了 还是亡人成活 趁愿而来 还是跟同修 管许过的院 继续宴的小房子有关 首先 这个家里的家属 他要做这个梦的时候 他必须要在梦中非常前提 他的家人实在什么道 按照如广非常光鲜 非常漂亮 那么可能是欲界天 色界天 不色界天 有可能的 明白了吗 不一定是超脱六道的 明白了吗 所以 如果师父说过 这个人我曾经给他看过 说他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 对不对 好 你看见了 并不是说 没有这个可能 因为当一个人修得好的时候 他就能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合作的景色 想一想 那些金门里面 琉璃玻璃 吃醋麻辣 在西方极乐世界 光金土地 没有人看见什么写出来的 听得懂了吗 所以要记住 人不是说 所有的人都能看见西方极乐世界 但有的人 家里的人 真的修得很好 或者他过去的前世也是很有根基 现在他的妈妈已经上西方极乐世界了 他有幸能够做到他妈妈的话 他一定是上西方极乐世界看到 所以这种可能性 完全存在 第三个问题 改名收藏前 变得自存小房子 在改名以后应该如何处理 是一定要重新填写小房子 签上新的名字吗 或者是原来旧名字签的小房子 宁然有效 是否可以在旧名字旁边 写上新名字 这些都是问题 如果一张自己储存的小房子 比方说说他的 对不对啊 现在他改名字了 首先要看他改名字三个月 至少三个月一百天之后 才能较出灵动性 不过刚刚改了 用不到少这些事 这是那些大房子的 明白吗 但是呢 如果长期的用这个名字 用过了 那么你如果能改掉 把它最好 你不想把这张大房子 通到另外的大房子里头 把自己知道能够插掉 丑房子 小房子 哦 是小房子 自存 可以自己小房子 点掉 重新点 是一定不能用久的 哦 给我的 我玩了 OK 嗯 OK OK 第四个问题 同修的两个成年儿子 都不学佛 为了促使他们经过学佛 同修打算写遗嘱 自己过世后 儿子只有学佛一年以上 才能得到遗产 这叫不止自己 新鲜 若不学佛 则这部分遗产 这部分遗产 也捐献给佛教师爷 和新鲜法 和其他遗产一起 那么 遗嘱由我同修 来监督执行 这样做可以吗 师父如意如法 嗯 这种事情啊 最好呢 一力如人 就是要开悟 让它开悟 当然你这个也算一个妙法 就是要刺激它 学佛 明白吗 如果不增写 写上假的 给它看看 看看它动不动心 如果它不动心的话 你真也不要写 这个吧 因为你写了之后 你不可能的 你到时候还是会给孩子 明白了吧 人生这种事情 最好鼓励它 慌励它 慌励它 那么让它增开悟 用其他的这种外围的方法 只能刺激它 但是你要知道 外围因是造成变化的根据 条件 而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 明白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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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现在的 打万事举起来 开始 打万事举起来 对东西 打万事业统修 我们现在的心情分析 尊敬的是我 我们全体欧国同修 全体欧多同修 想念你 欢迎社医 再次报告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在的同事 每一天去都哭得 趴在机场上 都爬不起来 真的 就给孩子 要跑到人家已经要出关的检查的地方 是跪的一台 人家在那个边防检查站的人都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我就跟他们说 来 再买东西 再买东西 老师傅 你好 感恩大夫大悲 祝福祝南 黄大灵感 观世仆菩萨 感恩师 龙俊鸿台长 我代表浙江灵火工修组 请师傅开始两个问题 师傅 第一个问题是 师傅在录音中曾经说过 我们在家里设佛台 菩萨下最好是阳世 但是菩萨下有大小 比如说观地菩萨 太岁菩萨 都是比较小一点的 如果看观世菩萨是阳世的话 太岁菩萨是佛世 阳世 就是主师徒 父师徒一样 这样看下去 那样看下去 那如果把各界菩萨单独变高 是否能把 还是必须以部都一样高度 一起变高 没有 可以把观世音菩萨最高 其他几个菩萨都低一点一点都可以 就是说看上去 两个小一根菩萨就是有点 这样俯视了是可以的 是吧 应该 好的 让师傅开心 第二个问题是 师傅曾经说过 电器都是属音的 那么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 大家一起共修电经 那么这个共修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 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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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器都是属音的 那么我们有时候呢 在网络上 大家一起共修电经 那么这个共修的好处 是否可以抵消 靠近电脑的电经的一些负面影响 还是必须我们自己 各自在国台电经比较好 小子太多了 啥姑娘啊 电器属音的就不能用了 我问你啊 女人属音还是属长吧 女人不能用了 你饭都没吃 女人能吃半边天啊 你想想啊 你家里要平安的话 你没有女人行的 你会看看安的 平安的安是怎么写的 上面有宝贝有个家 下面有个女啊 没有女人 你这个家怎么平安啊 好 嗨师傅 我的问题就两个问完了 我们临公公修祖 感恩大自大备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卢俊虎台长 感恩马来西亚 所有师兄的心情付出 我们一定跟着师父 好好修心修行 正性正念 一觉复行 做好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救度更多有缘总生 一定给师父争光 好 如多同修祖心理法文 所有同修 再次感恩大自大备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 感恩预祝师父 滑体安康 永住在世 感恩师父 哎 要说一阵里的说话 都是预祝 就是师父的身体 发力安康 谁就很安康啊 还预祝啊 现在不行啊 以后啊 男人啊 哈哈哈哈 师父最开心 开心我就是你们 我跟师父在一起 大家都开心 你混 你和别人一起开心 你真的很大喜啊 人家开心你难过 我就不开心 哈哈哈哈 我会想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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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阿姆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你感 观世菩萨摩尔萨 感恩 阿姆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如俊宏师父 感恩 阿姆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容天赴华 马来西亚各共修主 向师父请谈 哦 谢谢 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 很多共修主啊 我们各共修主 总共有四个问题 请教师父 好 问题一 请问师父 有些同修说 真心的佛教教义 着重与教导心众 宇宙人生的真实意义 并不鼓励贪求 执着世界的一切 并认为念功课时 所着处的相应祈求 并认为是一种 自私的行为 请师父给予开示 感恩 很简单 首先 当一个人 什么境界的时候 他才能得到 什么样的目标 因为你刚刚讲的问题 说我们学佛 学到最后 其实就是无所求 明白了吗 无所求就是不执着 不追求 那么现在很多人说 我现在在拜菩萨 对不对啊 你说 嗯 你不好 你执着 你追求 你说你不是学佛 他是境界而言而说的 你比方说 你修到一定的境界 你看法师呢 他把家都套了 他这个境界 你们怎么做 他当然他无所求 他求什么 对不对啊 但是你们呢 是居舍去的 那我们现在还有家 还有孩子 还有很多的事业 还有工作 还有各方面的事情 那我们求的话 我们现在 如果不求的话 那么 你说你建设很高 你现在求 那是学佛的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你睡吧 你完整的水平 你懂了吗 这个本师父 你是不是拿大学的水平 来要求小学生的呀 明白了吗 爸爸妈妈从来不做事情 你孩子为什么不做错事情啊 你这孩子不是我的孩子 啪 打他一下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问你二 追一心灵法门 不鼓励回向 但有些同修认为 回向是知应一他的行为 为什么心灵法门却不鼓励 请师父 慈离开示 首先 师父告诉你 心灵法门 我今天在这里明确告诉大家 你们去查师父所有的书和所有的DVD 师父从来没说不鼓励别人回向 回向是佛教的一种 他们可以说不要的 我们心灵法门的回向是什么呢 就是直接回向 我今天求妈妈好 我就回向给妈妈 我今天要求孩子好 我就回向给孩子 这不叫回向吗 回向的方法就是一样 并不是造了这个模式而来啊 怎么叫不回向啊 我们怎么会去反对别人回向啊 回向那是一种大胃的精神 那是舍起救人 只不过心灵法门的很多的孙 我们的居士 因为他没到这个境界 你让他完全舍弃自己 他连自己这条破船 他都救不了 你叫他这床旧船票 怎能登上 你们懂了吗 你们懂了 佛法是高深的 因为我们的军事 我们学国人 现在在普罗大众 所以要度他们 就是先让他们回向给自己的爸爸 给谁念就是回向给谁啊 如果现在叫他们马上 上其三读苦下 叫道师从恩的话 你想想看 他自己功德都没有 他拿什么回向啊 他正在破船票 他正在破船票 可能就是这样 你们懂吗 好了 你这样问也是挺好 让很多人释怀 你们懂吗 佛法哪个我回向 你们懂吗 还给我回向 我回向你念经给谁啊 你回向给自己也叫回向 你明白 明白 明白 谢谢教育 问题三 同修对于某些时间不能念经的规定感到不理解 什么什么 同修对于念经某些时间规定感到不理解 为什么自家人可以全天后念经 但是在家去世却有在时间上的局限 请师父指定开始 嗯 他今天问的问题很好 我告诉你 为什么 讲个简单的道理给你听听 我问你 白天上班 起床 晚上 睡觉 对不对 对不对 有时间吗 有时间的 你出家的尊重 他们念经 也是 啊 早上 起来 念经 当中也有个作息时间 吃饭 休息 下午 做早课 然后再做晚课 对不对啊 我问你啊 清凌方的 清凌方的晚上可以做 不会做功课啊 有没有时间啊 他们法师有没有时间啊 他们法师人家吃饭的时候 他跑到庙堂里去坐着念啊 人家击鼓 明钟干什么的啊 吃饭也有时间的啊 怎么没有时间呢 请你把门规定的更严一点 那是什么知道吗 就是说 八点钟 六点钟 因为这个师父看得到 苦涨 就是这个时间来的 所以我把这么好的东西讲给你们听 你们都听不懂 要反问我为什么这个世界 我看到的 你看得到吗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嗯 最后一个问题师父 就是一些同修 面对以下的情况 就是同修 有些同修 他们会办考试 办实验 以下是其中一个列子 你同修 修了大概两年 心灵办法 一年前 已经发愿此前述 而男同修 刚刚述了两个月 再进去 再进去 要结婚白喜酒念课 直到上升跑 女方父母 同意以书宴念课 但是男方家长还没辛苦 但是男同修为父亲念小房子和心境开支位 女同修反而发愿 如果可以让男同修父亲同意摆全数 愿一定会好好弘扬心灵法门 救度更多的有缘终生学习心灵法门 请问这样发愿 如理如法门 那是第一 如果 如果男方家长不辛苦 这对同修还坚持摆书宴 是不是一种执着 哼 这就不开悟 那算什么执着 本来就没开悟 就是条件不允许 就是缘不成 就是缘不成 缘不成不够 如果因为这个事情 把婚姻搞了 把家长时间搞得个乱七八糟 那就随缘吧 听得懂吗 那就自己想一想怎么办 怎么样多年点往生咒 什么东西 就是说 有些事情只能随缘 因为有的人 为了这个东西 婚姻拆掉 那师父也是 语心不得 明白吗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 缘分没到 明白了吗 随缘最重要 好吗 好 感恩师父的此类开心 就是师父 法体安法 使你把我们抗扬到全世界的 每一个地方 好 感恩师父 好 好 感恩大志大队 旧哥绝对 宣传敬感 观身 佛传妈妈 好 好 好 感恩慈航苦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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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辛苦了 祝师父罚体安康 好 太郎将共修组今天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新同修拜师成为弟子后 我们推荐人是否有责任和义务 实际上像这个事情呢 从道理上来讲 是你度的人 你应该最好呢 经常在保持联系 鼓励鼓励他 这是应该的 但是呢 过分地去压制他 或者说你必须怎么样 你必须这样 反而指示了自己的效果 你知道吗 所以 一定要 用温量的心 动之以情 小制衣 让他们感觉到 不是真的关心他 而不是干涉他 这就是 有一个理念的问题 所以希望 真心真意的关心他 他能感受到 给他的爱 佛爱 所以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觉得有 不好的想法出来 听得懂了吗 感谢师傅 第二个问题 就是昨天晚上 弟子开示上提到的 关于祖上有杀业的问题 如果很明确的知道 祖上有杀业 但是目前家人 还没有业障爆发 准备提前消业障 经文组合的净重处 应该怎样填写 就是说 他自己已经知道 祖上有杀业了 是啊 哦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 祖上有杀业 这是宝三代 所以你们记住 男生孩子先出来 皮肤不好的 血液不好的 我可以告诉你 你们用到我看的 你们自己赶分的小房子 全部都是属于 祖上的杀业 没办法 那就是经文组合建政主 应该怎样填写 实际上他想尽快的还 就是说 最好要讲哪位祖上 不要说 哎呀我的内侍啊 我的什么祖宗啊 多少多少的祖宗 不能这么讲 明白吗 一定要讲 某某某外公 某某某爷爷 把名字就要找到 然后直接帮你修一间 因为你说你的祖上 不得了 可能好几个 可以杀伤的 在菩萨面前 菩萨 我一定会把我们抢的 对 四月生的什么 我的院间全部还清了 当天晚上做梦 我成千上万的 拉主堂他在跑 哦 你还得完吧 哇 K龙家的小姑娘 感恩师父直接开始 再次感恩师父 感恩美大的释迦摩尼佛祖的支援 感恩救护救难关系菩萨妈妈 感恩十方三世祖博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慈航普渡如居鸿恩师 感恩马来西亚吉隆坡 博友见面会的每一位 提供的辛苦功课 经营法门非常监控修 祖的门一位同修 一定会按照弟子守则 严格要求自己 求同存异 修心修德 永不停息 永不退转 以门精进 一世修成 帮助更多有缘众生 点亮新灯 一起回家 嗯 师父呢 周政主的四个字 就是说 永不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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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改两个字 不许退转 不许退转 好了 上次了 你是哪里的 我累了 我来自北京的 尊敬的祝福您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所有的同修 感恩拿摩大肆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度国菩萨 感恩龙年度法菩萨 感恩农年度法菩萨 敢恩大肆大悲此行民中 慈航民工郭军红师傅 你今天说真话了 师傅就是慈航民工 我就是民工 慈航就是民工 我是法船上的水手 你讲真话了 太好了 慈航民工郭军红 慈航民工郭军红师傅 我问我一个 感恩 马来西亚的所有的民工 每个人都是民工 抓紧时间问问题 先来我令我先改一下 感恩马来西亚 你所有民工的事情不多 师傅都算得出来 大家说开心吧 天上就是这样的 开开心心的 那边帮你吃都弄好了 到天上还不要人家弄呢 你听到民工都不要了 你脑子一想吃什么 他就来了 你懂吗 火烈火烈 我代表北京工程组 我代表北京工程组 那是赶快说的 第一个问题是 如何能去除我们的分别心 在学习中 大家都知道不能有分别心 但进行到实际的生活中 又克服了分别心 请师父开始 你们知道分别心 你们知道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们知道 本来每位菩萨穿的都不一样 那么佛陀上来讲话 或者 在乌米陀佛陀上来开示的时候 因为 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去除分别心的话 就是不要看到越来越一样 佛陀就把所有的人 全部变成乌米陀佛陀 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 为什么每个人都穿 一公佛女的衣服 看不进去 为什么很多地方看 全部都让你穿 一样的衣服 明白吗 这是一个外形的 去除分别心的方法 在内在去除分别心的方法 就是说 把所有的长辈 看成我的父母 把所有的平辈 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 把所有的孩子 看成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话 你不会看得起别人 你觉得 同样这件事情 你觉得很讨厌 如果是我的姐姐呢 如果是我妈妈正在这样 你觉得讨厌吗 这就叫去除平等心 如果你看见这个人很穷 你看不起他 你想想 这是你的妈妈吗 这是你的姐姐呢 那你怎么想的 这种心理 产生一种慈悲心 听得懂吗 外面和内在 合一之后 你就会产生一种 和平的心 看谁都很可怜 看谁都很可爱 明白了吗 看人家 永远不要看 讨厌人家的时候 恨别人的时候 要看到人家很可怜 哎呀 真的很可怜 在人间身上不容易 吃了这么多苦 就这样 然后呢 看到人家好的时候 哎呀 还要发喜 他跟我一样 他开心就像我开心一样 明白吗 心态好 心佛合一 因为屠杀没有分配性 常观想 常想 她是我姐姐 是怎么样 她是我妹妹怎么样 用现代的话讲 就叫换位思考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曾经听师傅讲过 业力抵不过怨力 请师傅再次给我们具体开示一下 如何更好的践行 就是业力抵不过怨力 对 是不是啊 很简单 我讲给你们听好吧 好 好 是不是 愿力太小 抵不过业力 愿力很大 业力抵掉 对不对啊 我试试看好了 不行 不行 对 我一定要这样 对方就软弱了吧 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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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抵掉了 对不对啊 我试试看好了 不行 对方赢了 业力 像海绵一样 可以挤的 去除 谢谢 谢谢 我们在组队一起来参加法会时 是否要有所选择呢 在公修处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是认为应该有一定修为的人来参加法会 还有一种是认为只要愿意来就带他来 文听佛法 公干法洗 但如何预防发生交微严重的问题 发生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化解呢 请师父开示 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 首先 说 如果 有愿意要去参加法会的 就把它带来吧 有多少人啊 朋友兄弟啊 好像不多吧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说 比方说 要有点修为的人 把它带来 有多少人去 小娃 更少 那么师父告诉你们 只要是有缘众生 不管他修的好和坏 因为 有修的人 他也是从无修开始的 度他 我们要永远 永远自己 找烦恼 因为 有了这种烦恼之后 我们可以产生菩提 因为 明白了吗 就是 烦恼 不是家里的烦恼 这种烦恼 我们全愿有 因为能够消自己的业障 积累功德的 听得懂啊 渡人一命 救人一命 救人一命 胜到七级佛陀 你们知道什么要佛陀吗 七级宝塔呀 你们救了多少人 哪个多少宝塔呢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你怎么害怕他 我特别的感动 亲爱师父 你不要把他第一张 再拿过来再管一遍 赶来打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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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几十遍的梨佛大帐外文 最多念四十九遍 同时呢 也送十张小房子 开始他们都感觉很好 后来这位组织 同修组织者 忽然就苦痛 医生也检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也出现了很多不顺 家里面有那个灵性的迹象 家里家庭不合 昌冲奥顿 后来就不敢在家里面共修了 请问师父 这是因为念礼佛激活灵性太多了 还是念心中有不如理如法的地方 还是其他 讲都不要讲 讲都不要讲 这个 公修给他烧的小房子里面有问题 听得懂吗 他每次都说 你们到我们家的公修 烧是当小房子 有本人就不好念 他主要是骗天骗地骗鬼 小房子摔下去 好了 家的 空的 鬼要生气 找不到钱 对不对啊 那人呢 你骗他 那天上的佛萨 你拿着经文代念他 你不是不好好念 你不是骗佛萨 那你家里当然出事了 那谁出事呢 当然是你公修的人出事了 因为这是你的家里 你要叫人家好好念 你听懂吗 一种 这是小房子出问题 教孩子可以赶紧念七张十张 你看看会不会好奇 很好的 明白吗 明白吗 感恩师父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有个同修 学心英法门一年多了 没有什么感应 平时也没有做梦 他看到其他同修 梦到佛萨 梦到叔叔 梦到上天 还梦到地府等很多事情 就很羡慕 心里很想不通 其他同修 安慰他说 不做梦才好了 说明没什么债 很干净 请师父开示 这种解释 如理如算吗 他解释什么 他说你做不到梦 就是干净 还有呢 说没有 没欠什么债 没欠什么债 不做梦就不欠债 你看很多人都不做梦的 冤结重得不得了 这种讲法不如意不如把 听得懂吗 要跟他讲 就说明你自己修为不是太好 前世的业障很重 明白了吗 真的是这样 叫他不要弃人 好好的努力 你跟他说 水天天要烧 如果哪一天不烧了 水就凉掉了 所以 你修心要天天坚持修 你一定会看到果 你告诉他 种下去的东西 会不会长出来啊 一定会长出来 你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我的问题都答了 但是我还有几句话想说 讲过的就不要讲啊 我最后代表北京的所有同修 祝师傅法体安康 弘法顺利 新英法门的莲花 全球遍地开花 全球遍地开花 不一样才倒就要吃 再玩个手的碗签 不过这次师傅已经生错了 刚才说过的在后面 我代表北京所有的同修 讲过了 还想再给讲一遍 我代表北京所有的同修 感恩 特 nữa 大家都答应 Зна哦 ίο 哈哈 十个 哈哈 好了才不下去啊 大家说 活在人间 jóvenes 要这么开心 大家说对不对 码心充满 别人开心 我也开心,大家一起开心,那才是真开心啊 一个人闷闷开心,那不叫开心了 请讲,你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开心 师父你好,我也很多很多的感恩 但是刚才这位同修已经说了很多很多的感恩 但是到我的感恩还没说 说呀 我刚才也请师律小律师说还是说吧,因为这是我的感恩 你们放心啊,公共汽车都晚了 请讲 首先感恩大四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位隆天护法,感恩师父 感恩马来西亚的全体医工们 感恩来自全世界参加法会的全体医工和和友们 嗯 我在加拿大温中华工修组向师父请调两个问题 嗯,加拿大来的,哦 嗯,刚刚刚我听他们讲嘛 把他扳过来是大家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很好,对,很好 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第一个问题 我们修心灵法门的通过念小堂子 宵夜非常明 使家庭事业身体都有了改善 生活安定了 有的师兄就懈怠了 甚至于退转了 嗯 下一步如何再精进 修心修行 逐步达到民心见性 最终正得佛果 请师父开始 好,师父说啊 其实修心路上呢 他讲的这个问题呢 真的是很严重 因为我们有时候 学过修心的人呢 最怕的是什么 是随待 因为很多的居士啊 他跟我们出家人都一样 那么出家人呢 他已经明清见性 他就至少知道我要 一直跟着菩萨好好修 所以他发大愿了 而我们在家居士呢 他求一个事情 求啊,求啊,求啊,求啊 他求到零了 他就不幸福了 就是有默定地求,默定地求 所以师父在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我自己也是很感恩 感恩什么呢 就是感恩菩萨给我们慈悲 一求就零了 但是呢 我又非常的觉得遗憾 很多的弟子 就是因为求了零了 婚姻有了 感情有了 什么都好了 就是在师父 在澳洲的东方的身边 会有很多这种孩子 因为他们得脑 他们不休了 他们不好好的 还有过去的 过去的过去的过去的 过去的过去的 过去的那种 所以师父很伤害 所以像这些问题 应该怎么样呢 就是说 师父还是那句话 第一个精进 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怎样的退阻 靠神 对治神 平静 就是说我一直用初发心 就是我当时身体很不好的时候 我一直想 我感恩啊 我当时就是因为身体不好 所以我才学会 我经常想 经常想 想了之后呢 就不会退阻了 然后呢 经常看见 谁是我们的白话伙法 因为白话伙法呢 不是说 哪好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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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好得是因为白话 让我们继续能够看得懂 看得懂 之后呢 都会理解 你的道理 所以就像这段 白话伙法说 你如果高深大德 往深里看 它很深 但普通人 往深里看 它因为很浅 那才能够多人 谢谢师父开示 谢谢师父开示 我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在随缘度人的过程中 被度之人不信因果 那么当死人落世之后 地府会给这个人增加涅报吗 请师父开示 如果你去度他 他会相信 如果他会造肯定 他会去犯业 他没有增加涅装 如果他增加了肯定 说 哎 你们这些安宁朋友 信什么了 好 全部增加涅装 他下去之后 增加贴力 当然了 对 好 我们今天就上传了 最后我想跟师父说 我们北美的全体弟子 愿做观世音菩萨 妈妈的牵手牵面 做师父的好弟子 学佛精进 永不退转 在北美大力弘法 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让更多的海外华人 了解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我们做好了准备 期待着师父 早日到北美弘法 另外 恳请师父 一定爱护好自己 我们北美的弟子 艾太平 全世界的弟子 林开宁 谢谢 我们北美的奥教授 祝师父 在全世界同法势力 让清明法门 出发 在全世界 战放 最后 进入新加坡法会 圆满成功 谢谢师父 他们海外的有些弟子 真的很感人 他们很不容易 背着一个包 在火车上 或是下游戏 或是下游戏 他们看见人 就发英文的 发中文的 就这么发誓 真的很感动人 所以师父 其实我知道 我只有十月份很累 因为我九月份还要到台湾去 所以我十月份马上去 还有温哥华 还有缅约 还有祝金产 还要去 因为我美国有很多地方来去 所以我心里有心 所以你能要爱我 但是我就是不舍得看 所以我一定要去 明白吗 真的 谢谢 您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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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在这儿呢 我代表 这种的从修 向您一起交几个问题 嗯 请您慈悲开释 嗯 好 第一个问题 在工作中修炼忍堵 是否要做到无原则的忍让 还是要坚持做事的原则 嗯 请 持从慈悲开释 他的意思就是说 做到无原则的人啊 实际上呢 要两个境界使徒告诉你 第一个境界就是说 我已经全都想做人 补我的 就是境界很高的学国人 他可以 什么叫原则 人间什么叫原则啊 你知道 因为人在人间 本身就是一个不原则的世界 有什么道理可以讲呢 都这个缘分 听得懂吗 不具争 你说说 在夫妻两个人当中 什么都原则 什么都不原则 你吵起来 哎呀 你这个做对我 这个做错 就是人家 任人家 就是人家 我想这是高世界 全方的任人家 成佛 这个名字也好 还有一种 就是说 我能够忍让到 我认为自己的极限 但是这个实际上 你经历上的大道理应该成功 我用佛法 我可以忍让我跟你真 不跟你真 但是呢 在你讽刺我 依蔑我 我可以适当地照领导 做一些解释 这个不教 说得很好 明白了吧 做解释 而不去攻击他 而不去说他不好 仅不做解释 那 这就是心中的一种释放 这个也可以 但是真的修得好了 就四个字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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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 在每年的重夕和正月十五 我们当地有点忘火的习俗 有人说 一年的灰灰就顶 必须连灵队 而且不赢 不能停 这是什么 就是忘火 就是勾火 就是勾火 哦 勾火 今天台长师傅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特别心灵法人的人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注意晚上不要去靠近他 听得懂吗 火 你去看看好了 学与火 你去看看 艺术用的最多的是什么 你去看看 聊在里面 你就知道了 是科学 听得懂吗 火 为什么 一烧 就跟上面接通了 小王子也就少了 或者西伯也就少了 你只要御灰火 你看很多的法门 可能火 来跟下面接触的 他很多手印 听得懂吗 这三年 然后就是每年 那些 卡的刷的 就 这帮火 要不做 路上三千 那 你就别去吗 你在家里转 好 哈哈哈哈 人家转你不去不可以 人家放烟花 我从来不去看 听得懂吧 我们澳大利亚 西米大厂 每年年 他都漂亮 他从来不看 我说挤都在人家人家 挤都挤不出来 我说我要不去看电视了 哈哈 你们懂吗 第三个问题 给自己打胎的孩子 念小房子的数量 是否起结于自己的业障 还是这个孩子的业障 还是有一个最多面 多少小房子的标准 对 孩子什么 就是做看孩子 啊 打开孩子怎么办 自己孩子念 念 就是给自己打胎的孩子 念小房子的数量 是否起结于自己的业障 还是这个孩子的业障 还是一个念 最多多少张小房子的标准 这个东西应该说没有 首先 妈妈在打开孩子的时候 那种心 所以就注定了 你这个沙烈的心 进入你的意识当中 进入你的阿拉利亚 第八日识的时候 是不是有恨的心 听得懂吧 我非常恨你的孩子 我记得不能要 有的听作啊 在他打电话来 才让我女儿 他告诉我才让我说 我的老公这么很 这么没有女王 我就不要他的孩子去打架 我就不给他生孩子 哎 这个孩子不就是你的孩子吗 你怎么这么忍心啊 听得懂了吗 所以当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狠心 发心遗憾 你的业障就重 如果你当时是流产 没有办法 那你的业障就轻一点 明白了吗 还有 基本上 这个小房子是念给自己的 明白了吗 虽然是给孩子操作 实际上 也是在换你的载 明白了吗 还有 还有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就是 以前有个同修 他以前念地藏经 后来接触了心理法门 开始修行 念经的时候 刚开始全身难受 回忠度 难受都不得了 起来床 八月上不了 后来停掉了以后 就开始慢慢的变好 身体越来越好 请问师傅 这种情况提到以后 是不是以后就是 就看出好吗 就是 而且 他评论 那个心理法门 他说 不适合自己的心理 像这种情况 实际上 第一 有来于 他对心理法门的认识 第二 像这种情况 我们看到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归在关心屋上面前 识心忏悔 是实在地 出关心屋上 请关心屋保佑 我今天有学心理法 请关心屋保佑 给我写灵 然后我每天念四十九遍 那个叫 欢迎敏感证严 是想做一遍 然后我今天念大 就是心机 在念头当上的人 其实他如果造的 这么样做的话 他根本不会有 这些情况发生 你们等吧 谢谢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同修问 就是说 他那个 接触心理法门以后 修理后 然后他那个 他的妈妈身体不好 然后身体就是 通过念那个 心理法门功课以后 身体就好了 身上的肉片也好了 然后就没有念小房子 他说这个心理法门可以不念小房子 也可以身体越来越好 各方面越好 就是说心理法门可以不念小房子 他的这个说法对吗 实际上 他一个理解错误 心理法门 比如说念小 念经的使用 能够让他身体好起来 第一 很感恩他 也造的很少 所以一念经文他已经好 但是并不代表他 其实没有素业 明白了吗 小房子是还在的 总是比较好 因为 因为 当然 师父就认错了 如果他真的是 没有素业 没有什么人性 没有什么业障 小房子并不理 你比较这些心理 也挺好的 但是他如果一旦有业障 有业障 有业障 他还是有业障 明白了吧 嗯 我都把这些心理都在里通修的 然后那个 最后已经感恩 那个师父 准备开始 我们那个 内蒙古所有的 修心理法门的通修 一定会正信正念 爱国爱你 然后当好 或是一个这个牵手牵眼 救助更多勇言众生 让那个心理法门 在内蒙古的大地上 遍地开花 嗯 那不愿意在查堂的时候 是吧 帮助膜 那我给你们帮的 对 今天我们有机会送给爷爷们 感恩大慈大慈大慈 救护军危众 帮助膜 这两觉人是一种傻 如何 我说呢 感恩大慈大慈大慈 台长师傅 感恩那个 那个 法会的所有的立功及同修 感恩你们辛苦了 感恩谢谢 好好努力 好 谢谢 现在是重振的办法 好 每次都不要弄 好 intéressant 好想考那辣子 好好念经 简讨经不不念 好 故意如控制 弦怦的意思 一上来就能病 我告诉你 要好好念经 要许愿 要放生 Lorraine 我有同意 靠你自己把孩子救 problema 我指变bo 靠你自己把孩子救 听得懂了吧 先告诉我孩子几几年属什么的吧 你是说属什么好的 2011年是属龙的 龙一之年之前出生的 所以他是属龙的 之前就是之前的属小 之后就是属龙的 他之前是属的属小 2012年 属龙的 属龙的 哎呦 这小孩长毛了 有个大头鬼在他身上 头大了他在里面 慢慢的 你说的老被输的人怎么会来讲啊 因为有灵性啊 灵性就是有好几种情况 我现在看 应该是你是钓过的孩子 听得懂吗 钓过孩子听得懂了 钓过的孩子死掉了 因为这种孩子本来是投胎的 但是呢 到了人间之后 他在肉身给你打死 打死之后他都关破 他没有地方去嘛 他就变成孤狐野鬼了 他就在你身上 在你身上他为了报复你 他就跑到孩子身上 他让你孩子不好 然后让你难过 因为你打个杂死去报复你 你不懂啊 没有 现在没办法 你赶快给他念小房子 小房子又不知道怎么念啊 因为有几张 小房子里面要拿几行斤啊 好好地念啊 真的懂啊 像这种孩子 像如果灵性在身上的话 你先给他念四十九张 然后再给他念八十九张 最后你二十一张就可以了 记得住吧 还有教训先生 教训先生啊 就是你们就好不要再吃热的海鲜 听得懂吧 听得懂吧 他 因为你先生吃活的海鲜 非常不好 这种住院就是叫恶元 明白了吧 不想再吃 那先人有点钱 那你吃吧 他吃出毛病出来的 听得懂吧 嗯 现在还几次小吃素吗 不知道 不一定 就是你们 你们不要吃活的海鲜肉 明白吗 那大头鬼的 身体小的 不得了 重很大 其实他做梦 我经常看见 只不过他现在讲不出来 听得懂吧 嗯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们修训 修了很长时间 我现在就可能治得很好 但是你们现在 不会好好修 因为师父要帮你们背的嘛 明白吗 我只能这样能好好的念经 我已经要念着无变的佛 你懂吗 嗯 你懂吗 嗯 我先生的家公司 从事的 嗯 嗯 school 木产业 或是个法人 会不会怎样 你想要去像一样 哦 木产业 木产业 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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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爱碰个人 在我妈妈当年 鸡们都说吧 不可以的 这个是心灵上不能接受的东西 傻姑娘 你知道博彩要当多少人留意失措 嫁妥人亡 赌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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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清单荡产老婆都卖掉了 听得懂吗 对啊 你先帮他身上的孩子抄掉 这个孩子就会吵起来 但是呢 这个孩子如果脑子有问题 因为我刚刚看到 他第二次报应是他以后你现身的东西 现在的报应是主要是一个小鬼 就是一个大鬼 是你身上打开的孩子 明白了吧 博彩才马上的 博彩这个叶子慢慢加重点 加加加加加加加 加到一定的时候都在爆发 他不会马上爆发的 明白了吗 嗯 以后找个好变的工作吧 不好的 阴啊 阴其中的都得了 都不会完全是阴的 明白了吗 и 阴影 чことが好 你拍他的 依静 看你孩子呢 、看我孩子就好 佳天 作词 突然 只是不意的 当时 那个 dled 你们听啊 药货好啊 生蛋不好啊 跑票了 似乎有时候像孩子呀 我背不住 我有时候看到很多东西 我背不住 世界大出来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你好 我告诉你啊 大人心啊 你家里都有人心啊 听得懂啊 你经常会听见家庭有声音的啊 对对对 蹦蹦蹦 蹦蹦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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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要记住啊 非常是你的亲人啊 是吧 你们两个到底谁有毛病啊 为什么看上去两个都有人毛病啊 记住啊 你自己记住啊 你现在开始要把头发前面要弄到 你额头要亮出来 因为凡是额头珍珠的 额头属于天庭 天庭饱满的人有运气 头发一遮都没有运气 然后呢 毁于你去看 屁头山发 所以很多人都常说 你们到底下面没去看 你吓死人呀 明白了吧 好吧 没什么大问题 你现在注意主要啊 你爸爸要当小房子 你这么大年纪就不要穿 穿那个操管裙啊 明白吧 你这个别人是看得到自己的问题 不要长裤子啊 第二 自己呢 气量要大一点 明白吗 第三 家里有一个人性 身上有一个小人性 身上小人性也念87张 家里有一个人性 在念69张 念完之后 你叫马来西亚工学主 看看 帮帮你忙 那时间长了 这些念完了 你胜利就会好起来了 听得懂吗 还有啊 还有啊 自己要多念 以佛大餐的人 明白吗 你经常会自言自语 那种啊 自己会经常自己说话 现在明白了吗 就是有人在你身上 明白吗 你很影响老头子啊 你先生啊 真的啊 你经常发不灭我 冲着他很凶 明白吗 要骂他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这就是你身上 灵性发作啊 明白吗 他如果缺活的话 抬上以后 把包装在他身上 咚一下 直接把你打了 那种啊 然后努力啊 一定要念经 明白吗 你主要是 他灵性在你身上 长期的 他有忧郁症 你就是忧郁症 明白吗 忧郁症的话 就是恐惧 所以同下在心情里面 这么早的时候 他就说了人家毛病 就是无恐怖 恐怖 就是长期的恐怖 就是忧郁症 听得懂吗 好好努力 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所以今天到了 我们就要跟大家讲得很激化 真的也是很舍不得大家 来一次 一年之后 也不容易 而且很多国家 师父一年都不一定去得了一次 但是师父说过了 马来西亚这么热情 东西要做得这么好 饭菜做得这么好 那么师父就每年来一次了 你们大家愿意来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 要佛缘广静 我们做人 有时候真的要为别人想 实际上我们的人生很短 我们要多尊重任何人 多跟别人教育 实际上就是佛缘广静 所以师父我们要懂得 做人不是为自己的 师父今天跟你们讲 人生真的难得 人生真的难得 佛法难闻 我们经历闻了 我们不能再没有自己了 我们真正的自己是在心里的自己 而不是一种苦恼的自己 嫉妒别人的自己 而不是这种心里不变态的 变态的自己 而我们真正的心 那是菩萨心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修这个心 其实师父今天跟你们讲 人生不就是那些镜子吗 把自己这个本性叉叉亮 我们造出去的都是菩萨 我们造出去的都是佛光 这样每个人都具有佛光 我们才能普照大地 师父真的是很捨不得 众位佛友和全世界来看众佛佛友 也说真的很爱你们 也感恩你们这么老远来看师父 我也感恩这个农天护法官 心佛町慧 也感恩我们这些法师每次都来祝福 感恩你们 希望大家要凝成一股神 我们这个就是要在世界上 把这个世界变成人间净土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世界上 有更多的净土 我们今天有一纸 我们要变成一丈 我们要有一丈 我们就变成一模 我们要在全世界每一块角落 都让祂进去世界 实陆有结析 实陆有结析 不但要救人间 我也要带着你们 一直要救更多的 你们已经过世的有缘众生 也要救更多的人间的有缘共生 这就是愿力 愿要大 你也这样就跑得快 如果人没有愿力 那活着 那就是受苦受累 所以有愿力 什么都不怕 我们一定要懂得 人心所向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佛 这个世界更需要 我们怎么样 来让佛的光普照大地 所以希望你们以后 有更多的时间去度人 更多的时间自修 更多的时间 让自己讨厌自己的情况 让自己境界更高 要记住 师父经常讲的 一花多放不是春啊 你们百朵莲花 一起开放 那就是春天来了 感恩你们 你们在不同的角落 都在弘扬佛法 释迦牟尼佛本师感恩你们 他传到人间的佛法 有传承人了 观世音菩萨感恩众生 因为你们现在 由自己的肮脏的那些污染之心 改变成和菩萨一样的慈悲心了 学习地藏王菩萨的大愿心 我们要有智慧 我们一定要战胜自己的毛病 我们身上的缺点 我们身上的缺点毛病 就是阻碍我们学佛修心的绊脚石 我们一定要越过它 用什么 第一 用智慧 第二 用精进 不懈的努力去修佛修心 勇不退转 不许退转 我们今天得到了佛法 就永远不能有退转的一天 因为佛法给我们智慧 佛法让我们懂得了怎样做一个人 怎样成为人间的菩萨 我们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对得起观世音菩萨 对得起我们的本师 对得起所有生我们 养我们 让我们懂得人间佛法 佛里的所有的法师们 你们的善知识们 你们的父母亲和你们的老师们 同书们 感恩啊 这次殊胜的法会圆满结束 再一次感恩我们马来西亚的佛友们 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机缘 所以希望大家 从现在开始要加倍的好好修行 从我做起 从今天做起 我们没有明天 因为我们从现在闻到了佛法之后 我们只能做菩萨 而不能做不好的人 所以永远到朝着佛法精进 所以从今天就开始 便一个人回去 让你们的家人不认识 因为你已经是佛回来了 以身作折 在家里 不认识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不吵不闹 不马不打 这样 让他感受到佛的威力 佛的威力 所以用我们所有人学佛的良心 修为 再加上学佛之后 成为 成为一个 让我们的佛祖 佛法 让有缘众生 去学习他 谢谢大家 很感恩大家 真的 师父 也是真的很舍不得大家 三天的时间 我们像在天堂一样 我们像在天上一样 天天 法喜充满 无忧无虑 每个人的嘴巴 除了吃饭 就是念经 难道 你们不就是菩萨吗 有什么折磨 有什么烦恼 全部去除 永远不要去烦恼 因为烦恼是 阻碍我们进步的绊脚石 所以 抛开烦恼 让自己的心更定下来 让自己的情更明白 所以 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戒律 让我们的心定下来 然后 我们才能生出智慧 因为有了智慧之后 我们才能 共贪四圣 共登极乐 所以 佛法界讲的一句三个字 就叫 戒 定 慧 好好努力 师父给你们祝愿 最主要的 我们有的伟大的佛陀 我们有的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给我们的牵手牵眼 赶快去救助更多的众生吧 让他们跟我们一起 礼苦得乐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 最圆满结束 再次感恩前来祝愿的各位大法师们 感恩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祝大家 学博精进 法喜充满 拍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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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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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